針對著進鏡前 作詞曲 《城外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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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行程去哪裡 大約練習多久 現在10點 練習到下午3、4點 時間那麼長 我大概是2006年、2005年的時候開始射箭 其實那個時候大概也是快30歲 的確就是工作到了一個程度 會希望尋找另外一個可以挑戰的目標 這個是我在比賽用的箭 那這個旁邊的是練習用的箭 我覺得射箭它在意的是你整體的協調性跟控制能力 所以我們今天起來的時候是 我的前手是在推這支弓 我的後手是在拉這個弦 所以你前面太用力也不行 你後面太用力也不行 你必須感受整個前後的張力 一開始接觸射箭運動 每個身心障礙者想的都是一樣的 例如說我怎麼到射箭場 然後再來就是你知道射箭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那你就會立刻想到我要怎麼去拔箭 其實我不是不能走的問題 而是因為你走就會 就會有小便的問題 你不走你就坐著很燃料不是乾的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幾乎 以前我讀國小的時候 其實幾乎 上學時間是不喝水的 就因為根本就是 因為沒辦法處理小便的問題 我國中的時候 一年級二年級就得了入床 那去醫院每個醫生都覺得很奇怪 你可以走路為什麼你會得入床 其實我覺得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你知道你站起來 尿就會露出來 那你的尿片可能就擋不住 那可能褲子就會死掉 我記得是去義大利的世界盃 那時候在整理行李箱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整個行李箱 至少三分二分之一都是尿片 因為尿袋已經沒辦法控制了 那所以我只能去計算那個喝水的量 然後帶足夠的尿片 你如果一天喝三千的話 你大概要帶到幾隻尿袋 兩三次而已 對 因為我這一個尿袋八百 所以我有做一個這個東西把它綁著 那太重 太重它其實它也會往下滑 其實就是現在就是 起來移動的時候就會去洗手間 因為其實你一直在工作 不動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它 你不會覺得它變 變重 我這一生只有對它很愧疚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內疚說 我為什麼把它生成這樣子 就是第一個小孩 我沒有出為人母的喜悅 所以 不是說不高興這個小孩到來 是一生中小孩子就要有問題 心裡是痛 我一開始十八歲嘛 那十八歲那個時候 醫生先做了一個 膀胱頸釣膏的手術 它可以 好像就是對膀胱頸釣下一個壓力 讓你的尿不會露出來 然後可以用導臉的方式嘛 可是隔天就知道它失敗了 因為 根本就壓不住 也就是小便還是用露出來 那之後就做一個擴大術 就把膀胱頸釣大嘛 然後再隔了可能半年一年 又做了一個人工骨圓劑 可是這種東西 又不能太鬆又不能太緊 太緊會把你的組織壓壞死嘛 太鬆沒有效果 看這樣子我的醫生是選擇鬆嘛 鬆等於是 我還是會漏尿啊 那你給我做了一個這個 搞了一個這麼大的手術 結果是一樣的啊 來換請就位 你待即將開始請回走 立正 我要求高一點是 我們希望接近正常的 如果可以換 我寧願不要走 可是我的大小便是OK的 你不能走頂多任何輪椅 人家還是幫你當人而已 那你今天大小便試駕 你做什麼東西都不方便 對然後動不動 可能會有味道有什麼的話 那 那就很沒意思 如果不讓我知道郭醫生那就算了 我可能會走另外一個任命的模式 我現在知道了 這個醫生 我就一定會去試 反正最差就已經差不多是這樣了 我覺得夢想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可以驅動人去做很多事 早 還好吧 如果沒有遇到郭醫生 我現在應該是過得 如果還活著應該是很淒慘 他讓我在我想要改變做一件事的時候 沒有得到太慘烈的後果 應該是說我三十歲之前我就是拚命工作 反正二十幾歲就是把程式寫好什麼 就是三十歲之後就開始思考 我以後要幹 等於是你要有夢想的前提 你還是要有一個堪用的身體 如果你的身體 老是有問題的話 你想做什麼都會是問題 就那個時候我就剛好去看了 郭醫生的捐捐人生的書 那裡面有一個手術 我覺得 看起來就是我可以做的 我覺得 一個水管會漏 那你把它壓住 是它不漏的唯一方法 那你要把它壓住 你一定要用人工方式去壓它 可是我事實上 我看了郭醫生的書才知道 他們還有別的方法更聰明 脊椎水髒或者是脊柱裂的病人 他們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尿試鏡 一個是沒有辦法排尿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些病人 我們就給它做膀胱擴大 擴大整形 那種小腸或是大腸 把膀胱打開來 然後接上去 可以讓膀胱的容量增加 壓力降低 這樣子 那種小腸或是大腸 病人就不會漏尿 但是它必須要自己能倒尿 就是大絕招 一看就覺得說 好啦我吸他功能都不要 你只要幫我解決尿附近 可以把尿很受控的 存在膀胱裡面 那這樣子我就覺得 就很滿意 那讓我幫他檢查之後 就發現說 他的膀胱還是很萎縮 因為他聽說 他做過兩次的手術 那萎縮得很厲害 然後尿到還是會漏尿 所有的醫療目的就是 追求生活品質 你一個極助力的小孩 生下來他漏尿 他發現兩邊水腫 膀胱萎縮 你叫一個小孩子長大 怎麼長大 因為生活品質不只是品質 這包括到他尊嚴 對於個人的形象的一個尊嚴 所以能夠幫病人做一個好的醫療 我想這也是一個 當醫生我覺得說 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從小到大做了手術 有進開刀房的應該不下三十次 我開了那麼多次刀 我每次都說不怕不怕 我進了手術室都會有 你還是會有一些反應出來 有點緊張 上來這邊有點緊張 有點想吐 有點想吐喔 他們每次上台 上table 大概二三十年來 從小到大的 所有的記憶就會翻湧上來 從小是MMC 麥都沒那麼多視 所以神經性膀胱漏尿 然後腎臟水腫 然後做了很多很多手術 所以惡夢就是這樣 那種壓力 那種壓力 那種壓力只要進來 他會覺得說 想到他小時候那種 打針啊 麻醉啊 疼痛啊 好 我可以慢點 給你一點麻醉藥 慢慢地呼吸 他還是一直覺得 他想要追求一個 至少讓他自己 能夠滿意的一個結果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跟他做了 一系列的一次 後來就是還把他 下面的尿道 就給他關閉起來 不要讓他從下面漏尿 然後膀胱再給他 再擴大 然後把輸尿管重接 讓他從旁邊這個地方 接尿袋 或者是自行倒尿這樣子 總算穩定了一點 好了喔 楊先生 鼻子有根管子 幫助你呼吸的喔 應該是如果沒有遇到郭醫生 我現在應該是很淒慘 等一下就幫你拿掉了喔 楊先生 我想因為郭醫生之後 讓我覺得 還是有很多人生的不同的可能 包含在現在跟未來 對 因為現在只要發燒什麼的 我們還是很安心說 花蓮有一個地方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他等於是讓我知道說 原來很多事情 還是可以去嘗試 不要只是覺得 好像就很簡單的過 這類似的 好 看不見 拍照 一個月換一次 他要來跟你換 你已經多久沒去醫院 幾年了 還是很久了 他們如果去一趟醫院 就變成救護車要來 他在那時候在念四圍高中 在高二的時候 他們有游泳的課程 結果他就跳水 他一跳 他的頭就直接撞到地板 然後就送到醫院之後 他就是重度的脊髓神傷 他就四肢癱瘓了 你這樣翹起來一下 看你兩邊 張開 張開比較沒到一點點了 還好他現在恢復到 有一點點可以出來 你很久都沒去看醫生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講話 講話 好 不好 光會笑而已 他其實算照顧的還可以的 你都自己稍微這樣轉分翻 還是你姐姐幫忙 你稍微翻一下 幫忙 對啊還有幫忙翻 他自己有時候 你翻這裡 對啊他就這樣 我們每次去就他一個人 很少會碰得到他姐姐在 所以都是平常除了他之外 就是幾乎遠去照顧他這樣子 所以他久了沒有人跟他講話 他就不會講話了 好啊 好啦 這樣不錯啦 不錯就好啦 捧姐有空就在看你 對啊 來 我 你要回轉是不是 你要回轉 這腳就沒有 沒有肢節就直接倒下去 大家都怕得要死 到後來檢查室叫胸椎長瘤 一直到78年的時候 我就摔得更嚴重了 所以醫生就說那就做吧 反正機會就是一半一半嘛 做了以後就沒有站起來了 就是就開始我的輪椅人生了 你們認為我們只是做輪椅 我們不是 我們做輪椅之外 大小便的失禁 入窗的問題 還有排汗功能的問題 這都是影響我們非常非常大的 除非你自己一定要把心打開 你才能接受這種這麼殘酷的生命 真的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殘酷 他門不好沒有開咧 他門如果沒有開你就進不去了 你開門看看 你就直接開看看 他關起來了 你看他還是關著 對啊 我們打電話跟他聯絡 叫他不要鎖門 因為有時候家長沒有開 他就關在裡面了 我們就進不去了 他也很年輕喔 但是他就把他自己關在家裡 他 你看我們去幾次 我沒有進去過他家 我看過他一次而已 有一次而已 因為他都是門鎖著 他父母親不在 他就一個人在家 他不開門啦 他爸爸不是在家 沒問題啊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一站了 好 他們剛才就稍微整理一下 他鎖起來 小朋友 弟弟開門啦弟弟 可以開了沒 怎麼了 謝謝 你們怎麼沒有去上學 你怎麼沒去上學 要送你 我先把你送給我 去 然後你們 好 我先把你送給我 我先把你送給我 那你送給我 我先把你送給我 我先把你送給我 你送給你 你送給我 其實這個個案也是 他也在 他受傷今年是屬於第三年了 他在27歲那年 他也是去跳水 游泳跳水 他在河邊 他也是直接撞到石頭 就這個樣子 你看他四次套館之後 那時候他老婆才剛剛生完第四個 你看他受傷了之後 他不就等於 他自己垮了 家裡也幾乎都垮了 其實我很早就把我自己調適過來 當我走出來 我服務這些朋友的時候 以前每次看到他們 我都會哭 我都覺得你們要怎麼辦 而且又這麼年輕 這個樣子要怎麼辦 以前的心情會更激動 現在就因為已經服務這麼久了 感覺我覺得是說 雖然我們幫不上怎麼忙 最起碼我覺得他們在活著的時候 最起碼我沒有關心到他們 我可以跟他們走出去 我已經不想要 我會有私餐 我會有私餐 不會有私餐 我會有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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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到台北門診 新店慈濟醫院 我從新店開幕開始 我們就開始去了 也是方便病人 要不然他們每一個人 都要從西部、北部 跑到花蓮來 然後我一個人去 他們就可以一百個人不用來 台灣很小 台灣有五、六萬個脊椎損傷的人 脊椎裂加起來 這些人都需要很完整的醫療照護 張竹姐以前沒有來這邊看過 沒有,第一次來 好,那你跟我說 你是受傷部位在哪裡 緊追五、六、七 五、六、七 然後完全秀 騎腳踏車跌倒車禍 現在目前有一年三個多月 然後現在目前就是因為 使用導尿 所以造成 就變成 我希望說來看過醫生 可以改善我 那個導尿的狀況跟頻率 手 看一看 腳來動一下看看 不行 所以還是完全性的 西部的商友來講的話 不用跑到東部那麼 車程那麼遠 因為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 兩邊的問題 郭醫師有在台北這邊 做門診的服務的話 對我們來講 是真的一大福音這樣 怎麼樣最近還好嗎 還好是不是 吃這個藥可以 怎麼樣最近好嗎 就有點 有時候尿完還是有點悶悶的 然後對 其實台北慈願開始的時候 從第一個月我就有去看了 那這樣子到現在 這個也快十幾二十年了 那其實我在排大泌尿科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就有注意到 脊椎損傷的病人 難道他們的宿命 就是只有放個倒尿管 然後換 每個月換 然後一生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特別注意說 脊椎損傷 如果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會有更好的 解決他們排尿方式 讓他們不再尿失禁 讓他們不再放倒尿管 從第二年開始 我們就在慈濟醫院的院慶 每年的院慶 我們就會舉辦脊椎損傷的 抑診活動 你看他每年 每年會幫我們做一次抑診 他並不是只光 做我們花蓮縣的抑診 他我們前省的 脊椎損傷協會 他只要有協會邀請 他都去做這種抑診 所以我們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謝郭醫師 這個排尿問題的 不是說你現在受傷了 一年 兩年 然後穩定了 然後你就沒事了 那郭醫師 是在抑診當中認識他 那他就是認為說 脊椎損傷尿的問題 是很嚴重的問題 需要有一個團隊來照護 碰到這個肉汁感應 這樣的一個技術以後 我覺得說 那個尿的問題 才完全的改善 完全的改善 都很乾爽 以前早上起來會想說 你怎麼 我會擔心尿 五六點就要趕快起來尿一次 現在不會 去背上背高的起床 還沒有漏尿 可能有時候用力 或是咳嗽會漏尿 現在好像也都不會 全世界 肉汁感應素 用在排尿障礙上面的 應用的研究 臨床的應用 可以說我們是做得最多 最好的 所以我想這也是 我們更 從病人身上 我們得到的很多收穫 他們每次上台 大概二三十年來 從小到大的 所有的記憶都會 壓力只要進來 他就覺得說 想到他小時候的那種 打針啊 麻醉啊 全世界 肉汁感應素 用在排尿障礙上面的 應用的研究 臨床的應用 可以說我們是做得最多 最好的 所以我想這也是 我們更 從病人身上 我們得到的很多收穫 你多願意 離婚 離婚